大家好,我是昇龍君 聽說這款塔瑞斯世界是向魔獸致敬的大型開放世界遊戲 NNORPG喔 那接下來是昇龍君遊玩約30小時的心得優缺點 跟大家分享囉 角色設計有營遊詩人和幻靈祭司 這兩個是在其他線上遊戲比較少見的 那因為比著比較邊緣人,所以選擇了弓箭手 因為我看他的那個團隊指數算是比較低的 那在創角這邊啊,因為可以先預覽各角色的套裝啊 然後讓玩家知道各角色的團隊性 這點我覺得還不錯 而且他有加入一點迪士尼的畫風 那缺點就是說,我之前有參加問卷調查 以為這次封測會有一些意想不到的職業登場 譬如說占星師啊,或是塔羅牌師啊 海盜啊,水墨大師之類的另類職業 但是封測並沒有登場 希望之後會有一些可以轉職啊 或是一些另類的職業登場這樣 那前期的劇情啊其實蠻多的,節奏也蠻快 符合現代忙碌生活的習慣 而且有中文配音耶,感覺也是非常的不錯 有讓人覺得玩家是扮演著關鍵角色般的劇情沉浸感 那缺點是我覺得中間的劇情呢 一般般就是有一點變弱 不過劇情總是有起承轉合 那筆者約玩到四十幾 主線呢我覺得算是有用心 那希望可以用一些補丁啊 就是把這些故事啊 就是編排的更優化,會更好這樣子 好了,士兵們 我們也不能被人小看 準備好守護祭壇 其實現在玩這種線上的大型RPG遊戲啊 很容易變成在地圖上一直奔跑的遊戲 但是好險塔瑞斯呢有針對這點做出改良 就是他解鎖的快速移動的時間都很快 幾乎任何一個點呢都是可以快速移動的 坐騎也能一口氣提升移動速度 而且他坐騎的設計也是非常的酷炫 那我覺得這邊設計的還不錯 那缺點呢就是因為快速移動啊 真的太快了 那就比較不會想要探索地圖 那雖然有些任務會告訴你 探索地圖會有更多好事發生 但還是希望地圖會有出現一些讓人驚喜的地方 比如說會有一些美麗的建築物啊 也有可能是飛碟或是古代種啊 黑塔那樣的標的物 或者是更吸引人的寶箱啊 洞窟可以讓玩家更想到世界探索 不要被黑暗的力量壓制住 念個印記 跟柴狼人身上發現的一模一樣 看來莫恩的死而復生 並非偶然 一切怪象的根源 都與這個黑塔有關 再來是線上遊戲最重要的 就是戰鬥打部本啦 一般主線的戰鬥都不算太難 我覺得要到35級左右啊 主線的怪物才會變強 那我覺得關卡的設計呢也算是有用心的 有些有地圖設計會有毒液啊 岩漿啊 或者是移動的一些陷阱設計 BOSS的設計我覺得也蠻用心的 有類FF的感覺 喜歡魔獸世界的休閒系玩家 我個人是覺得非常推薦可以玩主線看看 那彼者在封測的時候啊 打部本一般配對也算快 大概一兩分鐘內就能配對成功 就是在一般遊玩的時段 那副本也算快節奏 而且副本有分 守衛啊 攻堅還有穿插一些小遊戲的感覺 譬如說有些魔王會融合一些元素 施放大招之類的 另外高難度的副本啊 他一定會花比較多的時間 那我覺得這部分就比較適合 就是有一點中毒啊 或是喜歡打裝備的玩家 那我覺得其實打BOSS的時候有一個缺點 就是會有一個旁白一直在旁邊念什麼 輕輕小怪 或是一些什麼旁白之類的 雖然會感覺好像有人陪你一起玩的感覺 但是我覺得那個旁白啊 如果再融入一點劇情會更好吧 再來是天賦與技能 那我覺得技能和配點感覺玩法蠻多的 譬如說我玩的是弓箭手嘛 那可以選有一派是與寵物一起戰鬥 那比者目前最多是可以召喚兩隻寵物 就是老虎跟獵犬可以一起攻擊敵人 那另外一派是沒有寵物 但是弓箭手的射擊啊 可以變成集氣攻擊 或者是連射的那種穿心劍的感覺 那玩家也能隨時重新搭配 就是你想要用哪種戰鬥模式 那除了戰鬥啊 也有鍛造和生活技能 就是可以鍛造武器啊 配件啊 珠寶 裁縫 釣魚 煮菜 來讓更多元化的玩家來加入 那天賦有一個缺點就是 有些升級的點數我真的看不懂 還有有些的技能啊 顯示的圖片沒有很正確 再來是每日任務與PVP還有公會 因為彼者不是很喜歡PVP還有結每日任務的玩家 那塔瑞斯在這部分感覺應該是想融入一些打LOW的玩家 那如果你喜歡就是玩家VS玩家的那個感覺啊 就可以找一個喜歡PVP的公會 來跟各路玩家一起奮戰囉 最後是總結 那彼者覺得在這個手遊市場發達的年代 願意先走PC版的AMORPG我覺得算是蠻值得鼓勵的 不過聽說 最後還是會有手機版 那我個人是希望也會有家機版囉 那彼者在AMORPG玩家算是休閒戲 那我覺得這款劇情啊還有一些戰鬥算是還不錯 會想要知道它劇情怎麼發展 那我真的覺得玩主線也不會很乾 節奏也算蠻快的 就是如果你想要自己玩啊 或者是你找不到朋友 或者是你想先慢慢玩 然後之後再找公會 都還蠻適合的 那我是希望有PS5版會更好囉 那等遊戲出了之後 大家可以嘗試看看行不喜歡玩囉 我是昇龍 繼續記得按讚訂閱我的頻道喔 謝謝大家掰掰 叫 socket 然後我 Boys Bride